喂,Hello 我想在這個影片 謝謝我的 community 我其實 沒有什麼 準備 做這個影片 我今天 吃完飯 做完運動 那就 不如 用這個機會和大家聊聊天 因為明天 我有兩個投資者 一個是 在香港 現在移動了過來 她有兩間屋子 這位女士退休 沒見過屋子 要帶她去看 現在正在收租 另外一位 就想 加入我的看樓團 上個月 因為她 她的時間 不夾 她 因為她的女兒是畢業 變成 明天要見她 她 給了錢 看樓團 沒有全 我們 她都沒有這麼多時間 就是真的 我又沒有想著搞的 五月 接下來 遲些才搞 應該八月 八月或者七月尾才搞 那 想拿這個機會 再說一次 謝謝 我的社群 天氣不好也好 因為現在都比較晚 差不多九點 好像九點幾 吃飽 出去散步 和你們聊聊天 想多謝你們 給了 四千個訂閱 我在YouTube 我記得 幾年前 應該兩年前 應該兩年前 就比較認真些去YouTube 那時候 我可能只有兩百 所以現在四千 我就Thank you 謝謝你們 那 還有呢 就是 看一下先 那些人 那些人 就好像那個投資者 沒有買過 就是沒有見過那些 property 那就相信我 跟他去做 那個投資 那你都知道我最近 又出了一個video 是 是 講有個曼城 的agent 那個case 那就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就覺得 他用那句 就是香港人 幫香港人 是一個positive的東西 變成現在一個很negative的東西 那 因爲呢 是 這件事 都不知道怎麼跟大家 我是有些 生氣的 那 那 Anyway 那個case 大家不知道 到時候是怎樣 那我就想 其實 這個video 沒有什麼準備 真的 老實說沒有什麼準備 是想 Thank you Thank you 你們 因爲呢 是trust我 我跟我太太五年前 六年前 找了第一個客人 是我的舊同事 來的 在香港 那 那 我們steadily 就grow 大了個team 現在serve 多了很多人 那 就 try my best 我公司是grow 那我近來都 都加了一個香港人 就是 過來幫我搜 的 因爲我中文呢 如果你們認識我 知道 我中文是不太行的 OK 因爲我香港沒有讀過 讀過一年班 應該這樣說 那 還有呢 就是 因爲想Thank you 你們 我來緊呢 就想 給一些referral 就是 搞一個referral 的program 就是reward 你們 就是介紹一些客人給我 好 還有呢 是的 介紹一些客人給我 去買property 在Glasgow 因爲我覺得 Glasgow 呢 很多人還不知道 這裏是第四 第五大的城市 在 UK OK 蘇格蘭呢 它是最大的了 那 還有呢 有些 會reward 那個referral 是會reward 一些人呢 兩個都會reward 介紹那個人 有reward 跟著 過了來那個人 有reward 是Thank you 你們的 如果你有 存在的 property 呢 都會有reward 我不會細節在這裏說 那我會遲些 會出一些 如果你是我的客人 你會收到 那些 email 是講這個referral program 很快很快 很多事情搞 很多事情搞 剛剛寫完 我的書 那呢 我就一直計劃著 是八月九月呢 就會 publish這本書 那現在都是on target OK 那呢 剛剛寫完 那個first draft 用英文寫了當然 那呢 就現在要review review review一個月左右 跟著呢 我就跟我的editor 聊 怎樣去做些diagram 那些 那你們 我沒有experience 是寫書的 我很討厭寫書 OK 我很討厭寫東西 但因為呢 我是很多東西 跟大家分享 在那本書 那變了 你們會更加了解 物業投資 OK 我先說這麼多 如果你是對我 剛才說的那些 任何東西 是有興趣的 你可以直接找我 john johnman.net OK